大家好,我是BramoOS的Steven 经过三个季度的研发 我们BramoOS已经于2018年12月31号发布了MVP版本 版本号是0.2.0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BramoOS MVP版本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激动人心的特性 在正式讲解特性之前 再一次让我们看一下BramoOS的目标 BramoOS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 安全易用的区块链操作系统和平台 BramoOS通过解构已有的服务 并采用各类去中心化的服务和组件 以及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使得用户可以更加安全地使用基于区块链之上的服务和应用 同时实现信息和价值的传输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MVP版本支持的一些核心特性 BramoOS是基于安卓8.1.0代号Angela的原码进行结构 目前主要支持的机型有Nexus 6P 下面我们分别从Firmwork和Application层上来介绍 第一个是Firmwork框架层 在框架层我们首先移除了GMS的相关套件 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默认的要去连接到各类中心化服务的应用和组件 第二是User Manager 也就是账号管理器 账号管理器主要负责Bramo账号 Bramo账号作为去中心化的一个身份账号体系 与传统的身份账号相比 不再依赖于中心化服务的账号系统 Bramo账号使用了一些密码学算法在本地生成 这个生成的步骤在首次使用BramoOS的初始化过程当中会进行一些设置 下面我们会看 先看一下第三个就是Wallet Manager 钱包管理器 这是一个可以使得开发者能够便捷的接入以太坊和 比特币的一个区块链网络 并且为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管理以太坊和比特币钱包账号的功能 例如新增钱包账号 查询账号余额 转账等等基本功能都已经得到了支持 基于BramoOS进行开发的应用不再需要自己去加载各种第三方的库 以及适配了 后续我们也会在前方管理器里面陆续的接入更多的其他成熟和稳定的区块链 以及稳定可靠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成功让用户可以实现不同加密数字资产的一个兑换 第四就是DSN Manager 去中心化存储网络管理器 这个模块主要负责接入去中心化存储网络 目前BramoOS主要支持与IPFS交互来完成文件的一个远程存取 并且在后续介绍的文件管理器Files中我们得到了应用 此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些与加密相关的API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在Nexus 6P上刷入MVP版本的镜像之后的一个触刷过程 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设置语言 我们这里选择默认的英语 进入下一步之后会首先需要让我们联络连接WiFi 这里是设置日期时区 我们这里选择默认的 点击下一步 在这一步的话就是创建Flamo账号 Flamo账号的创建是在本地生成 不涉及到任何的一个中心化服务 在生成账号 Blamo账号的过程当中 也会同时去生成相应的以太坊和比特币钱包的账号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开始创建 因为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密码学算法 因此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好了我们那个 Blamo账号已经创建完成 这个页面是备份注记词 因为Blamo账号的话是根据注记词和用户设置的密码组合来 并且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来生成Blamo账号 在此过程当中也会生成创建 缺省的ETH和比特币钱包 也挺妥善保管好注记词 下面我们来确认注记词 好点击确认 下一步 确认完注记词之后 我们设置指纹和解锁页面 解锁密码的页面 有这个 确认完注记词之后 进入到解锁 使用指纹解锁的页面 我们这里忽略 这个页面是设置密码 我们忽略 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桌面